成長 環境的問題 我在做綠色GNP 我另外做的研究 包括基層到村資制 基層政權的選舉 所以 我意思說 我們走在前面 我們只要在中國經濟 其實我們可以在中國發展 切出了一些改水 這個改水到底是 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來看希拉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形態 美國的國務卿在哈佛大學演講 如果你 我是借你好好去看一下 他的這個演講的內容 你會嚇到 其實嚇到你說 因為 他提出來的一些看法 會讓人很震驚 當然我是很同意 他說20年後 中國將成為什麼樣的國家 簡單來講說 他認為20年後 中國將成為全球最窮的國家 我們不是在唱出來中國 但是希拉圍為什麼這樣講 他是建立在6個主要的問題 他說從申請移民的情況來講 中國90%的官員家屬 和80%的富豪已經申請移民 或有移民的意圖 一個國家的統治階層 和既得利益階層 為什麼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 令人費錢 很多都要介紹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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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做個禮拜 要灌一下 灌到台灣日報 再來 中國人不了解 他們作為社會個人 應該對國家社會 承擔的責任還 更不知道 對國際社會 應該負責責任的理由 所做的教育 或的媒體宣傳 基本上都是仇視 或妖魔 或踏破 我就是在說貪官 我對美國也這樣 只當人民善之理 信他公正的貪官 去移民 訴諸民族主義 第三個 中國人是世界上少數 沒有信仰的可怕國家之一 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 就是權利跟金錢 自私之利 沒有愛心 失缺同情形的大國 能夠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和欣賦 這就是 人家 我們知道 不是說你本錢 你的手上廟嗎 對吧 你誤會人家 你 尊重 真的啦 人格 精神 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四個 中國政府所謂的政事 除了欺騙人民 被害人性 沒有其他東西 人民大眾過去是權利的努力 也變成金錢的努力 所以我們所追求的東西 其實是很貫期 很污值 很現實的就對了 很公立的就對了 因為我們就跟我們打掉 所有的倫理價值相要 宗教也都沒有 對吧 所以大家就是人是人的社會 第五個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麼是體面安尊嚴的生活意義 好 那麼 對於民眾而言 唯有獲得 全力金錢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 全民腐敗墮落 麻辣的現象 在歷史上空閒的聚會 如果研究人類歷史真的在這麼短期內 就從一個所謂強調共產主義 大家都均貧 可以短短三十年有的變成富豪 然後有些人憑不立罪之理 這種原始的資本累積跟階級剝削 是在人類歷史上最快速最大規格 最嚴重的一個後果 這後來我教你不是希臘阿公 不然那個文章不是說這個意思 那結論都要推倒一下 再來說 肆無忌憚的對環境的破壞 對資源的烈果激進瘋狂 這樣生死浪漫的生活方式 需要幾個地球才能供給 只能夠不讓其他的國家擔憂 然後最後就想說中國 會應該把注意力和民眾的關注 轉移到他國製造敵人 把自己的壓力轉嫁給外部世界 順義世界朝來漢的內文明 要主動改革 關心民生重心民主 不能不負責任的虧脫跟壓迫 否則中國只有越來越穩定 會出現大的社會動蕩和人道災難 二十年後 中國將成為全球最窮的國家 這國家是全能的災難 同樣也是美國的災難 阿們 所以大家如果我們很好 因為美國人很好 所以中國的問題是全球的問題 不是我們台灣的問題而已 我們在美國後面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有世界觀要了解中國 我們每天的特質跟利基在哪裡 我們要自大就是我們要自卑到 求生台灣都沒有未來 好 再來看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到底是和平崛起還是大決崩潰 其實學者專家眼見很多 我是把它歸納成退化的極權主義 在組織上它控制越來越遠 但是在控制力上越來越爽 網路啊 的興起 經濟發展帶度多元的社會矛盾 還有整個國際經商貿易 所產生的各種衝擊 無論如何我認為 跟中南海坐在那邊的胡錦濤 跟習近平他們最知道 任何一個風吹草動啊 都要把社會矛盾消滅於農牙階段 為什麼?心心知火可以療癒 讓你們串聯起來之後 他的計劃滿得很不一樣 他很不一樣 他就很不主意 很怕 所以每個人都要去轉身 你人的手就拿來看看 你的手會會算 最好的你還是要放開 你只有張開雙手才能握手 你握著拳 你最後 有沒有辦法被人作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對中國的發展 他會出現的退化 他有極權的架構 但事實上 他內部已經產生根本性的資源 容量變道的資源 這是我們在日本中 我們在準備現出 我們跟我們撒旺台北 因為鄧小平說 如果我們 我們一個人 去日本 看你那邊做 會給你買 他好像兩千萬元 頭到台灣就不一樣 所以我意思說 我們也不能夠 只是暢衰中國 我們也希望他和平發展 對不對 民主化的 對不對 有些人說 最好被稱 七塊論 那是沒關係 那是人家說的事情 在冠軍 我們不要去介入人家 那裡 三大差距 三大脆弱一大腿 真的喔 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統治 早就崩潰了 如果沒有 以黨領政 槍桿直處政權 以他的內部的複雜 我們沒有辦法把這個社會連在一起 這是那個洞 所以貧富差距 城鄉差距 東西的差距 這種 裂痕都是越來越大 那你為什麼 我舉個例子來講 為什麼在中國的這個 和同 勞動契約 要提高工資 要提高工資 因為不斷的壓過那邊的 如果沒有生存的條件的時候 最後一次會造反 所以分台商 你的工資都要請教 替他擔控他社會 安全的責任 因為他也知道 這就是很穩定的 當然 人口多 能源缺資源少 還是有人說三難 現在是什麼 這個看病 就學 賣膠 這個真的是他們社會 有 最視裸裸的 財富累積跟階級的剝削 需要進入來平衡 所以薄熙來在中國之所以會得到 一定的唱紅打黑 是有這位基礎 因為 現在的太子黨或整個 這個權勢的階級 是去壟斷了一切的營養 其他的人 社會主義之下是 基本上是真的是無力的 所以這個是 天中南海 人海人真的做不正戰 那 但是我說 要怎麼從一黨專政的 集權主義慢慢的 有秩序的 去過渡到一個新的制度 這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 我們說一放 一抓就死 一放就亂 所以 鳥籠經濟到一個程度 鳥籠要不要打開 鳥籠政治到一個程度 鳥籠要不要打開 這都是他們要去民主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去了解 總之 我要簡單說就是 事件 中國在今年會有很大的變局 是 我不是業界太太 台灣研究人類歷史的發展 他現在從內額外在變化 以及從下而上在變化 而且這兩個 撞在一起 會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就是 中國如果統治者 他們都是權貴 掌握一切的特權 他們有需要回復諮詢 跟穩定 金字塔 上面的最上面 但是 在這個統治集團內 都產生裂痕了 這很像六四在天安門事件的鎮壓的時候 就是因為李鴻跟趙紫陽 對於通貨膨脹 對於學生的抗議 到底採取什麼做法 在發發上不一樣 所以薄熙來這個事情 不會在十八大九結束 他會持續在未來裡面 意識形態的路線也好 權力鬥爭也好 其實會持續延續下去 他會面對天災冷漠 面對社會的抗爭 面對很多國際的壓力的時候 會產生內部意見的不一致 沒有辦法 就是說那鐵板不快 而這個 你看東歐 你看蘇聯 你看任何民主化國家 或崩潰在阿拉伯之村 很多的例子 其實都是統治集團 對於處理社會矛盾 或國際壓力 產生了不一樣的想法 這樣力量就分散了 這個才生 第二個 由下而上就是盧坎村 這個村委會的選舉 因為地方的幹部啊 村委會去用集體的財產 去開發 然後沒有做補償 導致大家都封入圍 最後是包圍 那個電競尾 然後最後軍方想要鎮壓 哇 但是 您不為死 奈何以死為止 所以最後 將持 從去年的921 到今年的2月 其實兩個世界都發生在2月 2月以後 中共決定妥協 廣東省委書記王陽 決定啊 就是接受他們自己選舉 產生的代理 就是他們代表的這個 這個這個 代表的這個臨時李自衛 村代表的臨時李自衛 然後進行改選 而承認新的班子 這個事情其實一定是報到 北京啊 經過胡錦濤跟習近平派打 在改革開放的時候 第一個事件 是中央最後選擇浪移 而這個同時 不是只有這個點 在好幾個附近的點 也都產生 幾乎是要 同樣的抗爭要出現 所以這個議題當然 中央到這個地方還很遠 他們也沒有到鄉鎮到省的 這樣的一個選舉 但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這些東西代表一夜之秋 這兩個事件放在一起啊 我覺得中國已經累積到一個能量 要亮面到這邊的時候 我覺得台灣怎麼辦 我們怎麼樣化被動為主動 來積極參與 去引導中國的變化 以及中國變化之後的兩岸關係啊 跟台灣的未來 下一頁齁 那麼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齁 再下一頁 往上 剛剛跳個蓋子來這樣 往上欸 好這裡齁 當然我沒有時間去講 大概 我們國內的 對於兩岸關係已經定位了齁 但是民進黨怎麼去處理 會談中共現在出招了嗎 其實中共出招就是說 他要一中框架 不管用九二共識也要用其他那個的名稱啊 來框住馬政府 那麼框住馬政府之外 他現在就來處理民進黨 但他設了一個前提啊 他說民進黨要放棄台獨啊 的話 那共產黨就願意跟民進黨 喔 來接觸 喔 來對話 但是他話又慢慢的講說啊 如果你民進黨沒有放棄台獨的話 那 我們兩 黨對黨的交流是很困難的 啊事實上 他的 已經做出決策了 就是要跟民進黨來往 民進黨準備好了嗎 民進黨繼續說啊 因為齁 這個你要我答應或不答應台獨 所以我 我要回憶 喔 那麼一個台獨也可以各自表述啊 我意思說 什麼是台獨 這當然齁 也是歷史演化 民主化之前跟民主化之後就不一樣啊 法理台獨跟事實台獨不太一樣啊 我是說 我們也要做好心理的準備 我覺得這個交往已經來臨了 所以你看喔 齁 中國的立場是 齁 一中原則的九二公司啊 就是這樣 不管什麼都是一中原則的啦 你關鍵在一中原則 馬英九是一中個表的九二公司啊 哪有什麼個表 齁 表去哪裡齁 齁 關於說 你就是說一國兩區 這也很厲害 這都內外有別啊 台灣可以說到 大陸不能說 國際上也不能說 齁 在民進黨的立場 其實要是看三個文件 不是兩個文件 因為民進黨在討論中 啊台獨黨他要不要廢除啊 啊台灣前出的決議文 是不是已經取代了台獨黨 幹嘛 我覺得流入這些套的很無意啊 而且他們還不知道 2007年的正常國家決議 早就把正民自憲跟交流 放進去民進黨的決議 啊你這不敢說 政黨是政黨 政府是政府啊 欸 你管管當中進黨來 我又還沒執政 不是民進黨的所有的黨干 或建議文 都在執政的第一天 就要變成政策了 現在嘛還有很大的 能力的空間跟時間嘛 所以我要順利他 對 政黨是社會團體啊 啊而且這三個重要的文件放在一起 我今天沒有時間講 我覺得是 台灣的民主的發展 已經讓我們有新的 國家的定位 新生國家論 不管你對中華民國台灣 是怎麼樣去定義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裡要找出一個 創造性的空間 我們可以團結內部啊 但是可以展開一個中共 的一個交往 這要做理論工作 啊我已經不做了 今天沒有時間 我告訴你 再來其他中華的主張 李登輝是 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啊 這個涉及到什麼 被憲法經過民主化之後啊 七次的修憲 到底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 是老憲法還是新憲法 是那個大憲法 還是徵修條文的小憲法 這個 基本上在李登輝的理解 即使是中華民國 憲法這樣徵修條文 也可以解釋成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好 那麼 簡稱雅國論 但這個被老共打了耶 但是這個也是台灣社會 很大的一個共識的基礎 再來 陳水扁四步一沒用 然後後來跳到那邊一口 所以美國也不高興 尤其是辦公主 啊 這當然是 這個部分 有些是宣誓性的 如果今天馬鈴就講一國兩區 就有用 我告訴你陳水扁總統早就講過啊 一變一模 啊其實台灣一定獨立 所以總統越做越小啊 以前的總統的文告 或是就職演說 大家都很重視啊 現在重視的就是王毅 王毅蘭遠國的時候說 很希望這個 這個馬先生啊 台灣方面啊 在這個 他的這個就職演說上 能夠針對啊 這個 類似說 有這個 就是 有善意的 進一步的這個 這個陳述就對了 意思是 叫馬鈴叫我們 就職演說 去講一種原則啊 還是一國兩區的話 結果講得 摩摩咕咕咕 說實在喔 其實大部分也沒在總視 你們也沒有相信在看 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台灣民主很怕 他不是總統一個人說了算 七嘴八舌啊 不然他怎麼會統治這麼辛苦 眾生喧嘩 大家無意見 這不是他講得對 你贏咧 所以我意思是說 時間到了 我還有五文字 這講得很重要的 我記者的事實 啊 社長庭齁 他本來說 一國兩四 夏盒司啊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夏盒司 還是中華民國的夏盒司 你會記得嗎 兩千年那時候 現在是憲法一種 然後我看他憲法共識 其實喔 憲法共識是什麼 還真的有在討論 我意思是說 憲法公司總比憲法一種好 對不對 憲法一種都比一種好 但問題是 最後會在哪裡啊 這個沒有人確定啊 只有我們跟我們下一代持續努力才會決定 啊不然就要把憲法公司變成一國兩區耶 啊 李登輝要把憲法公司變成兩國論耶 一個憲法各自表述啊 台灣都歪掉啊 一個中國也各自表述 一個台灣也各自表述 一個憲法也各自表述 一個憲法也各自表述 這就是啦 我們說我都不能夠convency 啊 just confusing 所以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 of confusion 什麼都是很混亂的啦 哇 我看中國不要討論台灣 好 我討論了也很困難 整天就有台灣人了 跟我們coing節目那邊看不出來 也要來看不出來 中國的觀光客 可以到台灣那邊討論 說晚上不可以出去喔 好 現在這個喔 這個後來的 大話佛家來開講 都有新聞 面對面追追追 他都很愛看 人不是人 我們要看見書嘛 黨外雜誌 我都不相信他都要看 對不對 所以我說喔 這有的表啦 大家來表看看 看表官誰會贏 啊我意思是說 蔡英文你會統一台灣共識 欸你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啊這個其實也是有進一步 我這已經比台灣全 你絕緣更進一步 是把中華民國台灣化 但是某個程度 台灣也被中華民國化了 啊這 這如果在20年前說 你這就是豐盤 那20年後的 你們大家看得很可愛 為什麼台灣人是怎樣 我就搞不清楚 喔 很歪氣了 對不對 啊 啊 台灣共識不是蔡英文先講 我先講 喔喔 你現在說欸 我去練一句也很厲害 喔 這句我其實十五年前我就講 因為這句是228之後啊 台灣的當時的人啊 台灣人講 台灣一定要是台灣人的台灣啊 台灣絕對要是台灣人的台灣啊 你看 台灣是所有台灣人的台灣 台灣是世世代代人的台灣 欸 欸這個這個有點包容性啊 欸台灣分組群嗎 黨派嘛 台灣也要生生世代能夠延續啊 欸 也豐富嘛 所以我說台灣共識齁 我只要給蔡英文建議 考試給你無聊無聊 你如果說台灣共識是什麼 不是什麼 喔 台灣共識一定要用民主權 決定是民主共識 台灣共識就是台灣 英語中華人民共有的一部分 喔 啊這也是共識 啊你就把詩跟無詩慢慢列舉了 啊最後就很豐富 但是那時候可能喔 太不幸了 啊 啊所以 無共 無共Q的九二共識給你共識 因為無共有百姓 你怎麼這麼說啊 亂說啊 九二共識齁 其實不是人民要民進黨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啊 人是希望民進黨有能力啊 去manage 去管理 齁 我們有個霸凌的鄰居在隔壁的時候啊 我們怎麼manage這個關係 不是我隊啊 我對 也沒好啊 對不對 我就小子啊 你就把他拔拔 好多霸凌啊 我們就是這樣啊 齁 這話意思說 這個 看到下一頁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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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扣掉中國的 未來的民主啦 經濟跟我們程度差不多 我還要獨立的 我永遠都要獨立的 無論如何都要獨立的 只是早晚而已 死也夠了 有些人說 也不錯對不對 經濟跟我們差不多 不然我們再扣一下也不錯 這種加價的都說 三到四趴 這也民主化20秒就變化了這樣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個數字 北京當局也看得到啊 對不對 他也很頭痛啊 所以為什麼要入島入戶入新 為什麼採購三把魚肉要到南部 他只要台灣人啊 他要徵詢你啊 有人在探中心 國民黨很多人就是 吃的兩岸交易 都在探代理人的 沒有感受 因為很多項目 開放過程裡面都有配合 都有特權 這個就形成的代理人 這是另外一個事 但是那個運魂無鐵 無運無鐵 親自去跑來 沒有一個台灣人的精神 我們就是台下台灣的 我們走路對不對 就是這樣做光明雷錄 到下一頁 不好意思 是我們的關係 因為我愛飛七六點 是我們要飛 不是我愛換 不結束 但是喔 中共綠色潛艇的同意 我就跟他做一個地方 老公一直說 民進都要放棄台軍 才能夠男對男的交流 台灣人不同意啊 談是贏家一切啊 你算在巴勒斯坦 稍怕稍煎 人也是要來打 南北韓也坐下來談了 這麼兩岸 台灣人在中國 民進都要搞什麼都不能打 談或和平或agree to disagree 是凌駕於所有的任何的奇異 我們認識台灣人也是七七啊 只有18%人認為說 我們要先放棄 我們的立場才能夠打 啊談談打打 毛澤東跟蔣介石最喜歡談 談的同時就打了 對不對 我們這裡老蔣介石就被人趕來台灣 所以我們一直說 這世界在改變 我們的整個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正式 越來越確定 所以民進黨 我們來看下一頁 對中的戰略 因為這幾天沒停 不知道為什麼我還沒來就把它曝光了 台灣今天都曝得很多啦 所以我也不要講太多 我認為是engagement跟enagement engagement就是說 民進黨就是要面對共產黨 我就是要跟你談 那你要涉嫌民進黨的改變 那你涉我也涉啦 就國民主化了 有沒有 我們才能夠談 這個都是談判的策略啦 什麼談不能談 談要不要有前提 這都是談的一部分 你以為你對會跟陳水扁 沒有跟老公談 二十年來談談打打喔 互通訊息啊 正式的非正式的多少 這個就是在你國學學習的過程當中 知道嗎 有的也有的也有的也有的 這都在進行中啊 所以民進黨喔 站起來說對不對 當民進黨跟共產黨做下來的時候 好話誰講誰 還不一定 但是民進黨要代表台灣人 你如果說國民主化了 你會怕什麼 因為你如果你沒有得到的 你的信任啊 你去喊就出去買 但是民進黨唯一 最大的資產就是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就不能出在台灣嘛 這樣台灣人也能夠 他跟我們接受 民進黨要化出這一步 大家說股東主 我要打這張的話聲音 好 我們來台灣 相信最台的 最竹端 但我有信心喔 我們今天台灣更好 更大的一個利益 這個思維要先出來 所以正面交 因為我們的慧慶是什麼 台灣都要出頭天 要做主黨 是因為我們長年被壓迫 但做主黨要怎麼樣跟世界來往 幹做盈利 這個是 我們不能夠用 微博的行嗎 行 因為國際是現實的 中共的崛起 如果是二十年前 要領黨別人 但我們也跟你講 二十年後的台灣 就已經出發了 不是二十年前的一個 難說就算了 這實在變化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大家互相來認識 來形成可能的貢獻 那麼 基礎 基礎我認為 不管是塞的 在絕地和黨岡 或是所有台灣社會的民調都證明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管國號叫什麼 健康大家的認識是這樣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國民 我們的政府主權的大利 不然呢 台灣人民希望維持這個主權獨立 希望不願意現身上去討兵 但也不太願意冒險 跟住在家去追求獨立 這是現實 因為現實是西藏 所以我們不能夠老實去講說 台灣還沒有獨立啦 台灣是還沒有這麼一個 完整的正常的國家 但台灣在構成要進來一個國家 台灣在構成要進來一個國家 現在大約十幾歲了 你還要說他 不是很認識 你還要說他 你還要說他 不是很認識 夫人我越來越大 對不對 我就硬生在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在這裡 啊 啊 有進步 有納稅 有做兵 齁 這個屬性是有什麼突然的 齁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再來 台灣的政府要怎麼 欸 大家來決定啦 但是不是十三百萬人決定嗎 我們要得到另外對岸的人民 一定的支持 我們才能夠和平 穩定 成為一個 這個獨立的國家 完整的 獨立的國家 這是屬性 但是 欸連美國的 Jabson 他好像是Jabson Jabson 他都說美國的 19年代表他就是generation 所以他覺得上一代的人 沒有權力決定 下一代的人 要做什麼生活欸 政府是要 三權分立還是怎麼樣 都可以再修改一次現場欸 所以我是說 極權主義認為時間是在他那邊 因為他是路透漫主義 威權主義啊 他希望時間是禁止的 因為 他很怕變化 沒有信心 民主主義 時間是有限的 任何的這個政府 都是有時間的 我們遵守民主的溫安 我們活在民主的現實裡面 我們也不用去替未來的人 決定到有變都不能變 我們事實上也不可能去做哪個主義 這就是台灣跟中國無法違反的 我們這個跟中國無法違反 所以說 我們就是 這個議員要一直說 一直說 一直說 所以 所以在策略上要怎麼做 我簡要稱 就是說 要凝聚台灣共識 憲法 從衍生出新的兩岸關係的可能性 要平衡美國跟中國的不動 穩健開放的交流 推動人民的親善 創造民共的 一種諒解的基礎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怎麼樣在一個既有的 這個 制度基礎上 我們去做最大的 從兩對方質變的 推進下一波民主化 能夠帶動 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們不能夠變成 是誰 我們在一起